在台海局勢緊張之際 為展現迅速到全球各地執行任務的能力 德國空軍昨天首度派遣戰機飛往亞洲 首付澳洲參加軍演 中央社報導 德國空軍6架歐洲颱風戰機 傍晚從空軍基地起飛 首先飛往新加坡 在3架A330MRTT空中加油機架協助底下 挑戰24小時內 飛行12,800公里 機隊隨後將會飛往澳洲 由8月下旬到9月參加17國聯合軍演 9月底再由新加坡北上訪問日本和韓國後再返國 中途將經過台灣鄰近空域 為了執行這次代號為 疾速太平洋2022架任務 德國空軍還派遣了4架A400M運輸機 共有250名官兵參與 這是二戰後德國空軍首次前往印度太平洋地區 德國空軍總司令 格哈池中將表示 這是德國空軍史上規模最大最具挑戰性的部隊調動 前後準備了兩年這麼久 這次任務將會發出清楚的信號 即是德國空軍可以迅速到全球各地執行任務 德國戰機打算在台海局勢緊張的敏感時刻 飛行台灣附近空域 媒體詢問是否會讓中國覺得挑釁 格哈池說 屆時將使用國際民用航路 我們飛向我們的夥伴 沒有向中國釋放任何威脅的信號 德國空軍這次執行任務 將會是繼德國海軍巡防艦巴佛利亞號 去年參加日本主導的軍演 拜訪澳洲、新加坡、越南等國的港後後 德國又一次在亞洲展現兵力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